好 什麼都在漲 現在房價越來越貴 偶爾看到這個平宜價 一看是法拍屋 到底法拍屋這個時間點 可不可以買呢 哪些地方比較熱呢 郭華哥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這個法拍屋 全台灣的法拍屋 我們看到高雄最熱 高雄 為什麼高雄最熱 高雄現在什麼房子都熱 也對 但是法拍屋為什麼最熱 我們看到這個價錢 全台灣目前法拍屋最高 接近底價是台南 大概是底價 就是一般市價的九成拍到 台南法拍現在九成 對 所以在台南買法拍屋 有沒有什麼利潤 沒什麼利潤 然後呢 其他呢 新北市大概七成 台北市七成 然後新北 桃園跟台中 大概可以買到 大概將近八成左右 那我以為法拍又更便宜 對 結果哪裡最便宜呢 高雄 大概只有58折可以買到 也就是說 大概16萬的市價 它大概市場拍賣到 9萬就買到了 那你想說 價錢上很好 很讚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買法拍屋 可以減到便宜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高雄法拍會特別便宜呢 其實就我市場面的觀察來講的話 它的投資客比較少 投資客比較少的地方沒有人搶 所以它價錢相對比較便宜 那如果投資客多的地方 假設說我們今天 我們去某一個法院去參觀這個所謂法拍 結果一個案子呢 裡面有十幾個人 在那邊要拍 那這個不只是市價而已喔 有可能會超過市價 就是說比這個二拍或三拍的底價還高去飆到 為什麼 因為超出市價 那幹嘛去法拍屋拍 因為它房子確實很好 一拍 因為每一次都打八折 1500萬打完八折 剩下這個1200萬喔 然後1200萬打八折剩下960 那1200不買 可是960太便宜啦 所以呢 可是1200當初又是很便宜 接近那個線啊 那時候大家覺得會有人買嗎 就等下一拍 等到第三拍960的時候 哇 忽然間一十幾個人進來了 所以那時候要取得的價格就不容易變低啦 所以就是說 表示說高雄的這個法拍屋呢 比較少人去投資啦 或高雄的這個現在的主要市場 是以這個自助行為主的 並不是以投資為主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那更重要的是 高雄現在主力市場是以這個中小坪數嘛 我們看到中小坪數 所以這些舊的法拍屋呢 它坪數可能比較大 所以它在市場上比較容易 拍出比較相對便宜的價格 好 五折是一個很好的入手價 對啊 對啊 但是你要法拍的話 我覺得也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 就是說 經過了這一段股市房市的好之後 這個疫情下呢 然後大家購買這個所謂的這個 耐久財的這件氣氛 跟這樣的想法是越來越濃厚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110年的8月跟110年的7月份呢 我們購買這個所謂的耐久財的比例呢 就從增加了2.85% 所以呢 就大家比較會去 不管是從投資或製作角度 到一般市場 或者是剛剛我們講的 也可能是所謂的凶宅 去市場找便宜的房子 那但是呢 我想進入到法拍市場 重要我覺得有幾個點 還是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 這個套房的成本比公寓省 為什麼 因為它總價比較低嘛 比較低 那它成本相對低 這是第一個 因為你如果只是投資 買法拍很少人是買來住的啦 大部分是買來投資的 所以買套房的成本會比公寓低 第二個呢 你至少選擇採光 不要說三面採光 一般我們看到仲介就說 這個房子很好 三面採光 但不是每一個房子都有機會 三面採光 但是你也不要去買到那種 伸手不見五指的 零採光 零採光 對不對 那晚上幾個人跟你睡 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至少要兩面採光 那確保可以戶戶房間有採光 這個未來要賣比較容易賣到好價格 第三個 有人特別去買那種金裝屋 金裝屋其實有一些人 這個金裝屋第一個 如果它的裝潢花非常多錢 其實你要拍出來的價格 要拍便宜也不容易啦 各位要知道法拍屋在法拍之前 你不見得可以進去到那個房子看 如果沒有點交的話 沒有點交的話 但是你可以做市場調查 可以去那種大佬問一問鄰居問一問 這棟房子怎麼樣 有發現什麼事情嗎 那以上剛剛講的這幾個事情呢 你都可以問得到 確保你的成本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不過我們提醒大家 因為很多人是不太懂法拍屋 當然他可以買到便宜屋 有人找人家代拍 結果踩到陷阱欸 這聲音特懂啊 當如果說你覺得說 這個房子呢 你很喜歡 譬如說假設這個房子在某一個區域 假設我們就這樣講好了 今天的大安區大安公園旁邊 青田街出現了一間法拍 你覺得呢 很棒啊 青田街 對啊 出現一間法拍 大家都也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大家都想去拍 然後想去拍的時候說 這麼多人拍我怎麼買到 我幫你買啊 我幫你拍啊 對 因為拍賣有很多美角喔 有啊 有一些代拍公司嘛 代標的公司 代標的公司 那很多美角喔 那怎麼拍 喔 法院拍賣是這樣子 我們七天內就要付清所有的款項 是 然後我們現在投入到這個標單裡面呢 我們要準備兩層的這個 這個投標金啊 兩層投標金 那就要開什麼 開銀行本票 蛤 真的嗎 你去問都是這樣子啊 然後呢 但是我們在七天內呢 我們就要標出 我們就要付出這個總價嘛 對 有一個網路上有一個媽媽 就是因為這樣 想去買這個房子 那有人爆料嘛對不對 那他被要求要付三成 為什麼 錢多喔 因為你不懂法拍嘛 錢多比較容易喔 買到我們要買的 結果呢那間房子呢 才七百多萬 對 他就被騙走將近兩百多萬 就是上面上看到這樣的支票 各位沒有看到他支票 都是銀行本票 對 他的發票都是銀行開出來的 有沒有 他開的對 他就真的付了兩百二十五萬 有沒有橋頭郵局嘛 是郵局開出來的郵局的本票 拿這個去拍 那這個錢呢 這個傢伙呢 結果有沒有去幫他拍 沒有嗎 就把錢拿走了 沒有看到 注意看 請問評票支付給誰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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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可以領 看我們這個節目 至少要知道認識支票吧 你把這張支票寫著空白 任何人都可以拿去兌現 你如果要指名邱慶儀 對不起 我這樣過 歡迎大家 指名指位好了 指名指位好了 那指位如果拿去兌現 那就可以抓到他 可是指位呢 偏偏說 國華我騙到一張支票 拿來我去兌現 沒有人知道那個支票哪裡來的 我就兌現走了 九折賣米 你看 支票九折賣米 他馬上做生意了九折 也就是說這張支票 如果沒有開出抬頭 他是可以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運作的 1 vist 9 Roth 大 10 10 中 10 10